欢迎来到美厅 人生建议永远不要介入他人的因果 假如有个人快掉下悬崖了 你立马拉住了他 可他却坚决撒手硬往下跳 你有什么办法 很显然你没有任何办法 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助人经历 大概是很多人都有过的体验 四处脱关系 帮亲戚孩子打听合适的工作 可对方不领情也不配合 自己手头也不宽裕 咬咬牙给朋友借钱 结果陷入了借钱的无底洞 一直好心在同事上班 不给钱就算了 结果反被埋怨害他上班迟到 偶然看到一句话 万物有灵都有自己的能量场 不要随便去扰动他人的磁场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都有自己的功课 不要轻易介入他人的因果 背负他人的命运 否则损耗的将是自身 没有谁能叫醒一个故意装睡的人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劝说恋爱脑的朋友时 发一大堆微信 即使半夜被吵醒 还跟他一起骂渣男 结果他还是轻易就原谅对方 在同一个坑里重复跌倒 对爱投机的同事 说尽大道理 帮他各种争取权益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 结果他还是反反复复地上当受骗 对省了一辈子钱的父母 费尽心力地劝说 结果他们还是对自己 抠抠嗖嗖 却在一些不值得的东西上 花大钱 像这样 总是甘愿为他人奉献的人 在一段关系中 扮演着拯救者 总是怀着 没我不行 只有我才能帮到他们的想法 试图去拯救旁人 结果他人不但不领情 自己反而落了一身的不好 很多人都知道 扁鹊见蔡桓公这个故事 扁鹊第一次见到蔡桓公说 大王有病在凑理 弱不治疗 恐将深入 蔡桓公答 寡人没病 甚至说 医生喜欢给没病的人治病 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本领 十日后 扁鹊又见蔡桓公 大王之病已入肌肤 若不治疗 将更加深入 这话让蔡桓公很不高兴 又过了十日 扁鹊再次见蔡桓公 大王之病已深入肠胃 若不治疗 恐将病入膏肓 蔡桓公一听 更加恼火了 结果呢 大家都知道了 仅仅十五日后 蔡桓公就病死了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都有自己要面对和解决的课题 建议和帮助再多 也只是耗费无效的精力 消耗自己的能量 哪怕这个人是你的挚友 兄弟姐妹 甚至父母 正如古人所言 师不顺路 医不叩门 法不清传 道不见脉 有些人劝不行 只能痛醒 有些南墙提醒不了 只能自己去经历 我们能做的最好的帮助 就是尊重对方 让他如他所示 活好自己 二 你同情谁 就会背负谁的命运 听过一个心理学概念 叫受助者恶意 即帮助他人 对方不一定会感激 反而会从内心深处 生出恶意 电视剧 《人世间》里 就有这样一段故事 周炳坤做生意 赚了些钱 给家人买了套大房子 而此时 他得知 好友萧国庆 和妻子吴倩下岗了 没收入 也没地方住 他便主动 把空出来的老房子 给他们免费住 还帮吴倩介绍了 一份书店的工作 多年后 周炳坤发现 买的大房子是骗局 不得已要搬回老房子 可吴倩却没好气地 跟周炳坤说 原来 你这是要撵我们出去啊 要搬也行 你给肖国庆 找份工作才行 要不你就是 往死里逼我们 你看 这个世界上 不是谁都懂治安图报 就像 《通往奴役之路》中说的 通往地狱的路上 铺满善意 这些善意 就是我们自以为是的正确 有些人 你越同情他 他就越懒惰 依赖性越强 这个时候 同情他 可怜他 其实等于是在害他 除非他主动向你请教 那就是缘分到了 否则 不要忘做一个就是主 奥地利作家 茨维格曾说 一个人的同情 要善加控制 否则比冷淡无情 更有害得多 对于不懂感恩的人来说 你的帮助是理所应当 对于过分自尊的人来说 你的同情是瞧不起人 适度帮扶是悲灭 而过度的同情是灾难 一个人的人生过得好不好 他本人才有权定义 他选择的 他想要的 对他来说就是好的 你不能剥夺他人 从痛苦中受益的权利 否则你就要背负他人的因果 生活这场答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题目 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解法 有的人喜欢狼吞虎咽 有的人喜欢细嚼慢咽 有的人为了房 车 拼了一辈子 有的人买辆摩托车 走遍大好河山 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标准 去评判他人的答案 更不能试图改变他人 以适应自己的期待 井蛙不可于海 因为完全超出了他的视野 下虫不可于兵 因为完全超出了他的生命 更残忍的是 当你的认知超出了对方 他会本能地防卫和抵抗 妄图拯救不值得的人 是一种无畏的消耗 咸鱼躺得好好的 也不一定要帮他翻个身 朽木活得好好的 也不一定要帮他雕成才 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做的 重要而艰难的功课是 允许 活在真相中 承认真相 允许每个人如他所示 允许父母没有自我 整日活在无尽的操心之中 允许伴侣时而百烂 不懂如何捍卫自己的利益 允许他人受苦 犯错 不完美 因为这些也是他们的权利 很认同一句话 能让人做出改变的不是道理 而是难强 是弯路 是栽跟头 每个人的每段经历都是有意义的 有些是经历了 才能成熟 有些难关 闯过了 才能蜕变 我们不能用自己的好心去代替他人成长 让自己成为自己 让他人成为他人 经历他该经历的 修行他该修行的 不妄图去解决他人的人生课题 更不要陪跑他人的糟糕人生 你要做的 是放下助人情节 尊重他人命运 何苗每天生长一厘米 你嫌慢就给拨高 结果何苗全死了 助人为乐本身虽好 但未必真的会成就好事 做好自己 才是人生最大的修行 只妒己 不妒人 并非生性冰冷 只是一种利人利己的清醒 余生 不干涉别人的选择 不同情别人的命运 不控制别人的人生 管好自己 莫度他人 可以解决人生80%的烦恼 余生 做好自己 修行自身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